Keyboard热搜大头条 马上带您关注网友热议的新闻 台湾短短五天断了两个邦交国 而吉里巴斯呢 其实曾经有跟台湾要飞机 要我们出钱3600万美金 但台湾拒绝了说借钱可以 但是呢不能直接给你钱 但是中国为了挖墙脚 直接同意 而且是赠送飞机要拉拢吉里巴斯 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认为 我们呢越表示出在意的态度 那中国就越乐于帮我们搞断交 所以呢他认为台湾人应该表现出 不在乎的样子 就算邦交全部断光光 我们还是活得好好的 但是同时他也说到重点咯 他说台湾呢还是要去巩固一些 大国的实质外交 这一点还是在国际上是有帮助的 那外交部长吴钊燮到底要不要承担政治责任呢 总统府发言人今天有表示说 外交部长吴钊燮确实有向 总统自请负责 可是呢他们认为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太蛮横 所以呢蔡英文还是予以为流了 而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在谈话节目中爆料 说有31个登报的国民党大佬 有人呢曾经向郭台铭要一大笔钱 现在有学者说 好啊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应该要正大光明讲出来啊 那现在呢就批赵绍康哦 说爆料又不举证 这真的是别有居心 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很虚伪 而高雄的治安亮红灯 警政署直接就把这个刑事局长黄明昭派到南部去 还开了一个专案会议 不过过去呢刑事局局长针对单一区域去亲自作证 这非常的罕见 过去就连319枪击案件的时候 也没有做这样的安排 好所以显然对于高雄的治安真的非常非常的警惕 那我们再看看今天的精选新闻 中央大动作的去关切高雄 还派出了高官进驻哦 所以外界就认为这是不是在卡韩呢 连韩国瑜自己都说好像八仙过海一样 那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就说了 卡韩那是韩国瑜自己的解读 如果治安做得好 谁会去卡他呢 他发一些言论你不喜欢他 那粉丝你今天去做这些动作 其实我常常讲 那这些粉丝你今天做这些动作 我跟你讲 其实对连千亿来讲是没有加分 连千亿开直播给交代 这场连演三天的高雄杂电潮 在中央进驻高雄接手八个小时后 周四晚间七点抓人收场 高雄市长韩国瑜却怪中央管太多 这个月月底要继续演八仙过海 你行政院八个部会 是不是通通要过佐水溪来高雄进驻 应该作证地方的行政所长 要以身作者延加督管 19号上午11点 警政署派刑事局长南下 晚上7点逮到姿势分子 对比之下 韩国瑜拖了第三天才换掉一个派出所长 但韩国瑜导向是政治操作 还质疑让高雄形象受伤 如果内政部这样大张旗鼓的 敲锣打鼓的来高雄进驻 请问高雄市的形象 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造成观光客跟投资客停止的话 谁要负这个责任 对于中央关心地方 又要扯到政治上 这一种所谓卡来卡去这种说法 都是闹剧 一个网红插旗高雄引爆的道上恩怨 你来我往连续演三天 刑事局长出马带兵 警政署长前往颁奖 内政部长徐国勇也在立法院备巡后 紧急赶赴高雄的关心 韩国瑜搞不定 如过江泥菩萨 却管八仙过海帮忙 小丽新闻综合报导